来跟进My Airline拿督级联合创办人 落网事件的后续进展 警方今天凌晨再逮捕一名 40多岁商人协助调查 这名嫌犯是My Airline创办人 其中一家公司的股东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拿督司李南利发文告说 落网的商人是在今天凌晨1点 被警方从梦莎住家带走 随后押往增江扣留所 申请延扣直到这个星期五 案件是在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的罪名下 展开调查 警方在突击行动中 充公12辆豪华轿车 相关公司文件 名表 名牌包包 金饰以及手提电脑 涉及创办人旗下公司投资活动的 所有人受促协助调查 至于在上星期被扣押的 My Airline57岁创办人 已经在今天获准保释 他的妻儿则是在前天扣押期 届满时获释 因此尽管了 明镜也有点赞 我送到你的 我开始订阅 我远到你 我推游到你 因为我推游到你 我推游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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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